专载自摆家号作者,生活大于体育宛刚刚结束了雅加达雅运会男篮决赛周,中国男篮凭借着年轻的朝气,打出了气势如红的比赛,阿布杜莎拉木的稳定表现,要锐跟方硕的摆布穿羊,丁燕宇航和周琦的持续输出,一幕幕都让人感受到了体育的魅力。 然而最让人影响深刻的还是在比赛快结束胜负已定的时候,全场球迷高呼姚明的名字,没错,就是姚明,担任蓝鞋主席的姚明,在雅加达雅运会会上的所作所为,令人感叹她的敬业,而在她上任一年多来队连赛和国家队的改革可谓一直都伴随着争议的进行,而雅运会夺冠的成绩,似乎为其大当国府,的改革加重了砝码。 更应该期待中国篮球在姚明的大领向会越来越好,然而姚明之所以也有今天的成就与先见,跟她在NBA的履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正是她早期在NBA的摸爬滚打,电视到了职业篮球的发展与篮球人才的培养,为其随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相信很多球迷都想不到,姚明当初被NBA选中,却经历了中国拉鞋和上海南来的阻挠,但随着2002年NBA选秀大会休斯多火箭队选中姚明。 新也成为NBA史上第一位外籍状,被受美国媒体和中国球迷的期待,姚明自身也侵犯着自己在更高的舞台发展提升自己。 但是当时时任上海队副总经理刀李姚明,提出了三个适当适当的球队,适当的实际仪,及适当的条件。 其中的适当条件包括第一,NBA球队必须用同水准的球员来交换姚明,第二,NBA球队必须自偷摇包为排高水平的教练来上海队进行指导等条件,更是所有高达1800万美元的补偿金。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姚明不得不放弃2001年的选秀,时间来到2002年,眼界姚明已经22岁成为了高零星秀。 在与上海队的博弈中,姚明破釜陈州声称要开一个关于自己的未来发展媒体会,并声称如果上海不放心自己将暴戏篮球就此退役去完成学业,使得上海不得一而为之做出了暴行的决定。 上海队这一关过了,在与中国篮鞋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对比赛与集群的合约之后,姚明为NBA之路才变得畅通无阻,足以想象当时一个球员,想要去更高的舞台打球的艰难。 其实篮鞋阻碍中国球员去NBA发展有很多例子,比如当初与篮鞋闹得不愉快的王志志,拥有天赋的薛玉阳等,都受到了篮鞋的一定影响。 也许当时确实情况特殊,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的篮鞋和上海队,大家都是各位起立,但是现如今我们需要更加开放,更加鼓励和支持校园篮球的发展。 更加注重篮球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因为生活始终是大于体育的,只有篮球深深的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篮球人才储备才会更多,我们的国家对成绩才能更好。